我是不敢講評論 但是就是說 因為我算在業內 甚好有一些有趣的見聞 我覺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像這個與金 我們無敵共是很主張的 所以我們這個包括說 到我們這個香金指鋪 這個像五路財神金 就從五德宮這裡緣起 包括我們一年也花非常多這個財庫金 所以說因為這金對於我們信用來說 很重要 所以在我剛當主委那時候沒多久 我那時候就有請示 我們這個在開工坦的南路財神爺 這個金指的意義 因為我本身是金融背景 我們以前這個經濟 念經濟都要念一個叫貨幣銀行學 後來我發現財神爺跟我講的 他在跟我講的是貨幣銀行學 講的是貨幣發行的一個基礎 那基本上貨幣的發行 他以實體的貨幣來講 他你需要有這個 一個你要 你要就是法定的這種材料 就是我們現在發行的這個版本 我是用什麼材質 我是用什麼印刷 他上面有什麼 有什麼圖樣 那個都都有律訂了 那他背後呢 像我們現在比方說紙鈔拿出來一張一千塊 大家都知道印這張紙的成本 一定不用一千塊 可是他可以去買到一千塊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他背後有一個這個 購立的一個 單位來去作為他發行的一個 背書 為他發行做一個背書 所以說 財神爺他講了幾句話 我想說 我看一下小潮 就講說無形形天之所需 然後下一句有點忘記 然後最後就是馬漢 意思就是說 三界的匣童 就是說不同功能 可以有不同的貨幣的需求 然後就是說 就以這個天界來講 就連漢馬功勞 要試 也可以試財博 就是他在平常要靠賞 其實也可以用這種有計價單位的這個 貨幣來去計算他的功勞 所以說這個 他講的其實 然後他有講了一個材質 他那當初就有講說 在講金子的材質 他講了七個字 他說竹絲綿絨使成金 就是說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做金子 要用這些材質 就第一個你行制要對 第二個你上面的規制要對 所以剛剛老師講說 我們有一些什麼 什麼 自己印銘界銀行 自己又印美金 那個都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這沒有 後面沒有一個 對等的貨幣準備跟發營單位 對不起 那個就是假鈔 這個用貨幣銀行學可以 清楚來解釋這個概念 那 我想要再呼應說 剛剛 這個 嘉蕙老師講的這個 我們就是宗教的醫療 跟 剛剛那個高老師一開始 因為 我想要用一個概念 把這幾個 這三場串起來 我嘗試一下 就是說我在這個內壇 發現說 在這個 有些場合 比方說有些重大的病苦 會來到這裡問身體的 那個就是醫院處理不起來的 那但是比較沒有像剛剛嘉蕙老師講的 我們這裡在處理病苦 沒有在用這些有形的物質 他就只有藥 他就只有yes或no 他要不要幫你處理 那通常他會 他願意幫你處理的時候 然後你對等要做 兩件事情 第一件你要懺悔 就是說你 他的立論其實就是說 一切的發生都是理所當然 就是一切的發生都是理所當然 那你今天發生了 你今天結這個果 我是因為有一個什麼因 那我要幫你劃掉也可以 但你不能都沒有做任何事 我就幫你劃掉 所以他就叫說 比方說有心口病痛 叫他去送 送藥書堅 藥師流離 幫我來本願功德經 那有一些是 查不出病因 但是就是人就 那種就是有一些無形式的 他就 我比方說這種冤寨 他就叫他送 地藏菩薩本願經 然後重點就是 你要懺悔 結果有 有些是現世造成的 不知道你告訴我 他會有時候會 直白點破說這件事 你要不要對我懺悔 然後他就會嚇到說 我的懺悔 我要做什麼懺悔 我要做什麼懺什麼懺 我都會寫一個心字 如果你心裡有沒有轉這個念 你有驚恐 驚驚於說這個東西 對你現世造成 然後你後悔了 我就感受得到 所以說他要看到的是這個人 心 然後他要付出時間 其他 我們用現在的觀念來講一下 為什麼 常有一些 我們在講說 持送經典有功德 為什麼說持送經典可以還我的冤債 為什麼會解我這個病痛 對不起 我還是要再講一下貨幣銀行學 我們現在在講住 我們現在這個年代常在講住幣對不對 我們就是用了 砸了錢 花了硬體 然後花時間去運算 然後我們鑄到一顆幣 那事實上 經典他這個也是一個 在鑄幣的一個概念 我這樣講 我其實他不全然是 我只是用這樣的精神來跟大家解釋 就我的理解 我覺得說比方說 我們人會來到這裡 照三教的概念 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 我們都是帶著 都是帶著債務來的 所以帶著跟一堆人牽扯不清的債務來 大家來互動來清場 看這個 你如果清場的料 你可以離開這個體系 你可以出境了 不然你對不起要管制出境 所以說 我在原始人的時代 我在春秋戰國時代 我在宋代 或者說我在法國 我在哪一個時空 這些不同 不同時空產生的債務 要怎麼跨起來償還 我以前的時節 宋代的時候有恩怨 我現在 然後要怎麼在 在這個 100年後的法國來去償還 所以要有一個跨越 時間跟空間的基準 就是心跟時間 我以前要舉過一個例子 我在跟家頭摸我一小時 我半小時可以賺500塊 我今天如果花三小時的時間 去送這部經 我發心燦 我去送這部經 跟我 其實我是犧牲了3000塊 但是3000塊是貨幣價值 那個背後這三小時的時間 所以只有時間 心跟時間 是跨越時間跟空間 可以去 轉換的一個度量衡 所以說為什麼持送經典 跟收金錢 其實它是有共通的意義 它都是一個 它都是一個這個 你花費 你收金錢 其實你要花錢 你如果沒有這個心 因為很多人來補財庫一次 哇 八八分一百分 那要花不太多錢 他有這個心 他願意捨這個錢 所以說以前有人在批評這個贖罪券 對不起 他這個就是有 他就是有發這個願 我願意捨去這些錢 來去跟人家處理這個事情 在貨幣 信仰學裡面 這都是相通的 所以說我想說 就這個 因為過去 我為什麼會說這個跟高老師的這個 題目有點呼應 因為我以前 老師剛剛前面提到照經兩個字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從剛開始接觸信仰 我就發現很多經都是照的 服軟 服的以外 很多經都是人照的 這部就照這部 這很明顯 語法都一樣 這個就是 古代的直接複製貼上 那是看起來都 佛的跟道的怎麼講的都 什麼北斗七星眼命經跟 跟那個北斗的這個 其他的內容是 重複 我要放到佛經 我就用佛的語法來 這很多 你要說他是 有些你就是你在內心會認定 他是未經 就是假的經 可是 為什麼 在一些法會 你明明知道說 你把一本 比方說法師開出來裡面 你覺得這一本是未經 所以我們在哪有時候一個 一個法會的course 我們都會成品財神也 你人都看得出是未經的 神看不出來 那為什麼下去送有用 因為你花了這個心跟時間 因為你花了這個心跟時間 所以這個道理都是相通的 所以說我想說這個是我在 這個 內談觀測的這個 幾年間 我的一個感悟 我跟他分享